我請張部長 好請張部長 溫瑋好 張部長辛苦了齁 這個看了你的報告齁 然後你也有把我們過去這些年來就是最近二三十年來整個稅制的 嚴格或者是我們提出的改革的過想 做一個歷史的巡禮 基本上你的見解是因為涉及的範圍太大 還有牽涉到很浩大的這些工程 所以一直也都沒有成功了 大概是這樣子 就是要審慎啦 因為過去都提過五次 五次嘛都無疾而終 對 我對我那東西 我記得印象裡面最比較深刻的是 王俊仙當部長的那個時代的論戰 是 你那時候在當 我當副稅署副署長 你當副稅署的副署長 對 那時候的論戰齁 你可以不可以評論一下 從今天的角度來做一個評估 評論一下 他那個時候就是不要修改憲法 不要修改平均地權條例 他就是建立所得稅制 然後讓土地增值稅可以抵所得稅 就是說房地按實價課稅 但是土地增值稅可以抵稅 但是他有一些配套 包括長期的優惠 包括盈虧的副底等等 這些就我們學稅的來講 都還蠻合理的 但是後來被導向什麼呢 被導向 當然所有的那個時空的環境 所有的地主 都認為要政府要剝奪他們的那個土地 被導向那裡去了 這個 部長齁 是 從現在的角度 從目前的角度去看 當時的 這一些論戰齁 是 那昨天我會跟部長那樣下台齁 我的印象 好像部長下台齁 有沒有 有 王部長因為這件事下台 王部長也下台齁 對 但是歷史的功過 在今天做重新的一個定位齁 我想你今天很多的 你現在很多的 像這一些 就是土地稅 或者是我們的這些 獨立政治稅的這些 稅改的部分 我想 還是有當時的 論戰的影子 是 基本上你也是朝向當年的 這個王部長的那個 那個方向在走 是 所以你剛剛講到的一句話齁 說 有當時要 審時度勢 審時度勢齁 要看 看死者 這是我這 就是你當部長之後 我看你這幾年來 當部長的腳步 比高雄寫但符合現實的狀況 然後對於民意的這個呼應 你大概也都做得比較平穩的一個部長 也就是說我當 我一直在強調說 我們這個部長齁 張部長齁 其實是一個 比較穩健的 而且是一個前方位的部長 這是我過去一直跟你強調的齁 謝謝 今天我看你的這個稅制的這個報告 改革的報告裡面 基本上當然你提出了 財政健全的改革方案 然後提到我們這一些 我們不動產稅制的五大缺失 大部分都有把這一些重點都講到了 但是 今天我們很多 我們呼應了很多民意在講 最重要的是 大家會覺得說 貧富越來越懸殊 然後 年輕人 辛苦了一輩子 可能連金錢都買不去 有時候付助金就付不起來了 這是大家目前很擔心的 我想這一次的學潮 你不要看來頭對 不見得是 反胡茂跟支持胡茂 兩個勢力的對勢 我覺得不盡然是這個樣子 是對於整個大環境的一個 就是 一種不安 或者是一種覺得 目前的失重 不理想 一個 總體的反對勢力的總集合 我的看法是這樣子 所以 不光是反胡茂 或者支持胡茂 兩種勢力的對立 今天 我是覺得說 就像我們當年的 這些王部長那個時代的論戰 跟現在我們對於這一些改革 你現在要聆聽多方面的意見 然後做一個比較穩健的 又符合民意 又符合社會公平正義 又不會有太多主力 去推行你的這些稅制改革 基本上你的想法 這樣是對的 我再提到 我剛剛 聽到你跟 還有我們在政府的一次長 跟我們同仁之間的對話 一個是我們用五四三 就是說我們這幾年來 用五四三來 就是來規範我們大陸來台灣 台灣購置不動產的這一些規定 但是我們 剛剛很多同學講到說 福茂跟我們 入資來台 買這一些房地產 不是有絕對的關係 但是我想不可否認的 不可否認的是怎麼樣 福茂之後 福茂通過之後 兩地的這一種 這一方面的投資一定會 會增加很多 我認為會增加 你剛剛不然答覆嗎 那林市長 林市長 你們兩個會不會覺得 福茂通過之後 入資來投資不動產的這個部分 會增加 有沒有這個可能 報告委員 我們其實沒有開放 同意讓入資來投資不動產 基本上就是一定是 他是自然人要來買 他自己要住的 我知道啦 他是來商用 我知道 我剛剛講的 那個可能用詞上面 也修正一下 我是覺得說 大陸的資金 透過國中的官方 不是用正式的管道 來做投資啦 這個是我們應該面對 他用各種 用陸佩或者是用我們 台灣很多人的名義 來做這款房地產的投資 就是從地下的方式來做島租啦 不是合法的投資 我相信會增加 會增加 所以為什麼有很多人會擔心的是說 萬一台灣變成香港的話 欸 假設房地產 插啦 大家沒辦法賣 假設做金 因為我們的店面被這些 再去那些 插棺起來了 他們在這裡 做金相對提高了 好啊 相對的 我們會擔心啊 這就是今天 我們剛才說的 有很多大家會擔心的問題 這些你要怎麼去處理啊 要怎麼去控制 要怎麼去應應啊 你要怎麼樣去對這些防災措施啊 你現在要去想的是要想這些啊 對 報告委員 所以說我們現在是有所謂的總量管制 那包括一個是自助的總量管制 那以後各種投資的業別的話呢 我們會看它去平衡它 而且會有相關單位來做審查 如果覺得它的量有 我們覺得有顧慮的時候 我們就也還會再設定一個總量的管制 不對齁 市長齁 我基本上我的看法就是這樣啦 福茂跟大陸資來台灣買不動產 不見得是有關係的啦 但是因為福茂要熬 兩地的很多方面 服務貿易的這一些行業 它會活絡嘛 活絡之後變成 今天有很多的用不正常的管道 或者用地下的管道 來進行我們這一些土地跟房屋的投資嘛 在這種情形下 你要怎麼去做國安 你要怎麼去營運 要怎麼去防圍杜建 要怎麼中南人發生這種情形 你要做一套的措施出來 這是大家擔心的謀言嘛 你現在大家會講說 萬一 福茂要通過後 當然含著不關 但是 人擔心要擔心 台灣也香港發生了 那你要告訴大家 為什麼不會 這些地下管道 我們會怎麼樣去遏制 我們抓到它以後 要怎麼樣去處理 要有大家放心嗎 現在我是覺得這一部分 你們要從常去記憶 市長 委員指證 對 我們現在就說 正常來申請我們半年會檢討一次 那至於非法管道來的部分的話 我想我們應該跟相關單位去加強相關的查證 這一些要去 你不要怎麼去控制 抓到了你怎麼樣去延辦它 我覺得你們更要去做這一件事情 這是第一點 我覺得第一點我們要考慮 第二點 我們當然 看過去大家在擔心什麼 是擔心什麼 財團養地嘛 或者是說入資 或者是說我們的台商企業 還是說 從大陸來的企業 因為台灣發行公司在 發行公司在以後 他用這些 從台灣吸取的資金 去投資不動產 不管是土地或者是房屋嘛 比如說 我們現在用一下 我現在我們今天 又從媒體裡面看到說 定心 他在淡水 買高貨的不動善 欸 一百 都六七十萬 又 又是淡水地區的最高價 我們現在在擔心一下 比如說 他們在台灣 有很多台資企業後的時候 來台發行的 這一些 保保債的這些公司 他們在台灣 吸取資金之後 他吸收了這些資金 然後他用 轉投資各分公司 又去買土地買房屋 然後又去養地 又把房地產炒高 然後造成更多的 不公平 或者貧困差距的懸殊 現在我們擔心 要使用擔心 你這段時間 所有的稅子改革 你是朝向一個 諸學公平正義嘛 對不對 不用讓貧困差距 也當所得 也當重溫病 縮反貧困差距 但是 他們又用這種手法來 破壞了 你現在的 這一些方向 跟你的規劃 這樣要怎麼辦 你現在要怎麼辦啊 這個擔心是要擔心這 不對 在台灣吸取之間 然後他們用各種方式 來又繼續 養地跟養房啊 又造成我們房價高漲 又讓我們人生 感覺到更沒有希望啊 然後又造成我們這種 貧困的差距 又變成 又變成一個 又變成一個對益的社會 你不要怎麼去做啊 對 委員講的問題 確實是問題 要密切注意了 對 要密切注意 要怎麼做 對 所以我剛剛講到 這兩點 其實台灣現在 年輕人 很擔心的是這樣 齁 一個是擔心說 萬一台灣香港法 一同民擔心說 你嚇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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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我年輕人 根本就沒有機會 和一家家就沒辦法 心情很嚇死 這家就沒辦法 擔心的是擔心這些 你這要怎麼去防止這些事情嗎 我想我們社會不容許繼續動亂 也不容許繼續對立 希望你們好好去做一個正常 謝謝委員 那接下來我們請 簡東民